繼今個禮拜初 國安處舉行記者會 懸控通緝8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人士 話口未完 今日國安處再有行動 以涉嫌村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及村謀作出具煽動意圖行為 拉了4名年齡介乎26至28歲的男子 根據政府發放的資料 指被捕人涉嫌透過營運公司、社交平台和APP 收取資金、支援海外逃犯 有報導指是包括早前被通緝的人士 據了解涉嫌平台是ME懲罰師 一個提供不同類型店鋪資訊的APP 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是林朗賢 和其中一位被通緝人士羅冠聰 曾經是現在已經解散的香港眾志成員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日前會見傳媒就曾經以現代漢奸來形容羅冠聰 另外指通緝行動其中一個目的 是要截斷相關人士的資金鏈 要查出他們在香港或外國的聯繫人 同黨及提供資金的幕後金主 警方指行動仍會繼續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另外一位被通緝緊的人士 雙人員員工二在香港的媳婦容海恩會不會都被調查呢 鄧炳強就曾經指不方便透露 今個月十二號政府將會發放第二期電子消費券 為了確保登記的人符合資格 是在香港住 政府會用電話或短訊方式抽查 政府提醒市民 抽查是不會問你拿個人資料 致電是不會播錄音 短訊會有特定的號碼傳出來 裡面也不會有網頁link 看來是只會增加你拿消費券的難度 就是這樣說 如果市民沒有在三個工作日內 聯絡秘書署或者承辦商 都不用太擔心 抽回相關的證明文件 秘書署就會盡快安排補法 另外原本今天的臨份頭條將會延期播出 我們今個星期稍後時間再見 全數字幕詞